四十、承報2100人招募日投考警隊比去年多求職者其消除大眾誤解 2015年7月26日港民A05警隊昨日舉行下季招募日,吸引超過2100人到場報考督察 警員和附警職位,不少報考人士均認為警察是有挑戰性、有使命感的工作 亦有人坦然警員待遇較好、工作較穩定 有報考人士認為,近期警民關係低落,認為警方已致力改善 亦有人說希望加入警民關係科,消除大眾對警方的誤解 對於退休警司朱經緯攝帶市民,有報考人士稱 監警會和投訴警察科意見不合屬權力制衡 本部《港民部》報導警方招募組表示,昨日有超過2100人報考警隊不同職位 對比起去年同期有約1900份申請,增加約200個申請 招募組警司如海君說,報考人士都串,整齊西張報考 部分人甚至比原定時間早一小時到場,形容整體表現相當不錯 他指,警隊今個財政年度希望增聘190名督察 1320名警員及320名附警,目前進展盡利 佔領事件後促多了解不少報考人士軍表示,警隊工作有意義 有使命感,具挑戰性等,其中有人認為,部分挑戰來自警民關係轉差 畢業數年,現職民員的陳先生說,佔領事件直接影響市民對警隊的觀感 令警民關係低落,但認為不應單以近期事件評價警隊 他指,警方已花很多功夫改善形象,包括對外發放更多資訊 以及設立網上短片頻道等 他希望成為督察後,能夠帶領巡邏隊,為警方打好地區基礎 剛畢業於理工大學設計系的鄧小姐更考慮投身警民關係科 他說,佔領事件令他感到市民有很多意見表達,也造成社會衝突 他希望加入警隊以維持秩序、執行公義,被問到應如何解決警民關係問題 鄧小姐指,市民對警方有負面意見,皆因他們對警方不理解 認為需要讓警民互相瞭解,解釋警方職責所在,避免單從自身角度思考 福利好吸引年輕人入行退休警司朱經緯涉嫌在去年佔領事件 在漸旺區用警棍打市民、監警會討論後認為投訴屬實 而警方投訴警察科不接納有關決定 畢業於中大環境科學系的林先生說,紀律部隊有自己的規則 他不是法官,難以判斷誰是誰是 他指出,監警會和投訴警察科出現爭辭 顯示兩者之間的權力制衡 相信市民支持雙方有討論和交流 不希望漢建有機構可作出絕對判決 除了實淺理想之外,警員薪酬福利好,工作較穩定 亦是吸引年輕人入行的誘因 在港大專業教育學院修讀電腦工程的馮先生表示 畢業一年間增任職試應、網絡程式員等數份工作 希望加入警隊後,令生活更穩定 畢業於國際學校的引銳港人Tanish表示 急需工作移步考警員職位 認為香港愈來愈多外籍人士 自己能操留理應與士一大優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